好 以上说完了 无见仲谦禅心二级 再来说莫能救济 刚才有提到 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拔众生 色身乃至内心一切的病苦 这就是莫能救济 稀释消除 这个莫能救济 稀释消除说起来 好像很简单 反正观世音菩萨有神通变化 他要救度众生还不容易吗 假如我是佛菩萨 我也可以帮众生单业 这样讲起来 好像佛菩萨救度众生 一点都不会辛苦的样子 都是理所当然 诸位 千万不要有这样 没有感恩心的想法 我们前几天都是一再地强调 娑婆世界的众生 特别地可怜 特别地痛苦 观世音菩萨 他们不忍心看到我们受苦 所以 尘差国中 贤世纪 娑婆界内 更垂死 这是站在佛菩萨的角度 可是站在众生 自己的立场来讲 不客气地说 我们的可怜 是活该啊 内心的烦恼妄想 是哪个要把你的 还不是你自己要的 娑婆世界的多灾多难 是谁害我们的 还不是自己杀到淫妄的恶业 所感召 其实 众生是自作孽 不可活 我们自己搞的这个样子 佛菩萨还愿意救度我们 还愿意留在娑婆世界 陪着我们常住在世 真的 大家要很感恩了 什么叫做莫能救济 就是 无药可救 没有人愿意救度的众生 就叫做莫能救济 诸位可能还不太清楚 会来娑婆世界投胎的 是什么样的众生呢 在《悲华经》上 佛陀告诉我们 是一千四佛 所放舍者 所谓众生 五着恶事 能做五逆 诽谤正法 诽谤圣人 行于邪见 不孝父母 心无恭敬 应做不做 做不应做 勤行十恶 离善之事 不能清净真实智慧 离诸善业 专行恶业 如是众生 诸佛世界 所不容受 事故并来 及此世界 众恶之罪 积如大山 诸位菩萨 我们是被 十方诸佛国土 所病除的众生 十方的诸佛菩萨 都不愿意 到我们 娑婆世界 来救度我们 为什么不愿意 其实也不是 说不愿意 佛心者 大慈悲是 哪有不救度众生的道理 但是刚才说过了 娑婆世界的众生 是什么样的个性 离诸善业 专行恶业 专门造恶业的众生 并不是佛陀 要舍弃我们 是我们 舍弃十方诸佛 不愿意 接受十方诸佛的救度 所以 大家臭气相投 投生聚集 在这个娑婆世界 我们想想自己 当你的淫欲心 嗔恨心 愚痴心 发作起来的时候 就算佛菩萨在你面前 能够阻止得了吗 不但阻止不了 佛菩萨还会被众生的 爱恨独剑所伤害 老和尚说 众生的贪嗔痴发作起来 比九二一大地震 还要可怕 尤其现在是末法 众生的邪剑坚固 正之剑听不进去 邪之剑听了 就铭记不忘 诸位 如果是你 像这样的众生 你要用什么办法来度呢 在大吉经上 记载着这么一件事 三千年前 佛陀正在讲大吉经的时候 十方世界的菩萨摩赫萨 都聚集来到娑婆世界 听释迦世尊说法 大家要注意 这次来的都是菩萨摩赫萨 并不是一般的小菩萨 而且它的数量是无量无边 等到所有十方世界的菩萨摩赫萨 都到齐了以后 这时 他方世界的月灯菩萨 从大众中站起来 公公正近地 代表十方菩萨 请问释迦牧尼佛 世尊啊 是什么因缘 使正法消灭 又有什么办法 能领娑婆世界的 正法久住呢 唯愿佛陀为我宣说 只要佛陀说出方法 我们大菩萨都愿意互持 由月灯菩萨的这段话 就可以知道 十方世界的菩萨摩赫萨 他们都是很热心 想要帮助这个娑婆世界的 于是佛陀便为十方的菩萨 开始宣说末法 乃至到灭法时代的状况 众生是如何的斗争坚固 如何的不守戒律 如何的邪见破坏佛法 乃至国土的灾变 妖魔的赤胜 佛陀说完了以后 就对十方菩萨说 是故诸智者 所来诸菩萨 当住于此土 赤然我正法 佛陀劝十方的菩萨摩赫萨 留下来 留在娑婆世界 于末法中 互持正法 救度众生 佛陀说 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样 那就能肃正菩提果 进国做导师 佛陀说完了以后 十方世界的菩萨摩赫萨 都默然不说话 大家都不愿意留下来 都在威末法时代 正法衰败的情形 感到痛心与难过 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 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样的众生 还有什么办法能度呢 这样恶劣的众生 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 这时 八会上一片宁静 就在极然无声的时候 所有娑婆世界的菩萨 全部站起来 如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这些大菩萨 以弥勒菩萨 为上手 恭敬地向释迦世尊发愿 我们决定 不会离开娑婆世界 我们决定 永远留在娑婆世界 以我们的智慧力 精进力 忍辱力 大悲力 于末法中 互持正法 救度众生 唯愿佛陀不要担心 独世三说 诸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情景 在十方不可说 不可说的菩萨当中 只有娑婆世界的菩萨 站起来 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啊 我想 我们的恩师 当年 必然也是 那些大菩萨中 其中的一位吧 这个莫能救济 是谁觉得我们无药可救 不是你的父母而已 也不是一个欧罗汉而已 而是十方的诸佛菩萨 都觉得我们莫能救济 说到这里 我们应该要多么的惭愧 不但要惭愧 更要忏悔 要痛哭流涕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 这么恶业障的众生 让十方诸佛对我那么无奈 只剩下释迦世尊 欧弥陀佛 以及娑婆世界的大菩萨 还愿意救度我们 还愿意承担起 救度我们的责任 诸位 大家要振作起来 好好把自己尊贵起来 以上是讲 莫能救济 十方诸佛 菩萨不能够救度的 而观世音菩萨 能救能度 这是菩萨的愿力 悲愿深重